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Space 今天来讲一下PMC声望系统方面的最新发展 声望系统就是你用PMC杀其他玩家的时候 User杀User 贝亚杀贝亚就会对你的声望有不好的影响 声望低的话就会有相对的惩罚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声望系统的概念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其实现在普遍的Tarkov社群都不太欢迎这个声望系统 因为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的风格 现在我们遇到人的话都是开了窗才说 Nikita的计划是声望系统会配合激倒 和可以救起被激倒玩家这两个新系统 三个元素会相配合 他们已经被Nikita确定会加入到游戏里面 当然它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而一个情景例子说明 当你在场里面遇到其他的PMC 你不确定它是User还是Bear 但是你看到它背着大屁股 穿着五六级甲全改枪 令你实在忍不住了 你很想要它的装 但是又不想减少自己的声望 这样你就可以选择用一些比较废的子弹 比如Sluk弹打它的头盔 令它失去意识 不过要击倒对方用什么子弹 或者方法还没有定案 也有可能在未来 官方会加入一些特别的武器去击倒对方 唯一确定的是大量的失血会令角色暈倒 即是在对战的途中 对方有机会因为流太多血而暈倒 当对方在被击倒或者失去意识的状态下 你就可以接近它判断它到底是User还是Bear 如果是敌人的话 你就可以像平时那样杀了它之后拿了它的装 或者如果是有军的话 你不想杀它令你的声望下跌 那你就可以用它或者自己的药物去救起它 当然要怎样做是你的自由 你都可以拿杀人家的装和枪但是不杀它 对手在被击倒的状态之下 你就可以像平时那样手撕 你救起它之后 可不可以收它做铃子或者帮手搬东西 就要看看之后的系统配合 如果会有手扣之类的东西都挺过瘾的 不过我认为始终都是需要游戏里的语音系统配合 如果不是自由度应该都有一定的限制 根据一直以来的情报 只有杀人才会对你的声望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就算你打低了自己人拿走他的装备 应该都不会对你的声望有不好的影响 因为在战场上 你还要判断对面是否自己人才开枪的话 在Tarkov里面实在是没什么可能做到的 所以它加入了击倒和可以救起玩家这个选项 某程度上令你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亦都同时容许你可以弥补自己的错误 打低了人之后再救起它 会不会令你的声望有好影响呢 就不知道了 但理论上应该要有的才对 再说一次 这个不是预测 而Nageta已经确定了会加入到游戏里面 声望系统将会大大影响玩家的行为 令到整个战场的环境会有更多的变化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遇到人就立即打那种模式 而激倒和可以救起其他玩家的系统 就是令你打错人的时候可以弥补你的错误 当然了如果要令到玩家的行为有这样的转变的话 最关键就是声望系统的惩罚有多重 它要严重到令玩家担心杀错人这种程度 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起码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都会以自己的性命为优先 寧愿杀错人也不想被人杀 这个也是我目前自己的想法 到底这个游戏会变成什么 真的有太多的美知之数了 只可以说Nageta再不快更新的话 其实都没人玩了 以上就是今个星期关于声望系统的一些新的资讯 如果喜欢频道浪的话 记得subscribe按下个小铃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Hello 我是Space 今天来说一下PMC声望系统方面的最新发展 声望系统就是你用PMC杀其他玩家的时候 Yusepp打Yusepp 就会对你的声望有不好的影响 声望低的话就会有相对的惩罚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声望系统的概念 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其实现在普遍的塔格夫的玩家 都不太欢迎声望系统的 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的风格 现在我们都遇到人先开枪再说吧 Nageta的计划是声望系统 会配合击倒和治疗倒地的玩家的 这两个新的系统 三个元素互相配合 它们已经被Nageta确定会加入到游戏里面了 当然它是可以随时改变主意的 比如说当你在路上看到其他的PMC 你不太确定它是Yusepp或者Bear 但是你看到它的大背包和各种高级的装备 让你实在忍不住了 你很想要它的装备 但是又不想减少自己的声望 你可以选择用比较弱的子弹 比如slug子弹打它的头盔 让它昏倒 实际上要击倒对方 要用什么子弹或者方法还没有定案 有可能在未来 官方会加入特别的武器去击倒对方的 唯一确定的是 大量的施邪会让你的角色昏倒的 也就是说在对战的途中 对方有机会因为失血而昏倒 但对方被击倒或者失去意识的状态下 你就可以接近他看看他是Bear或者Yusepp了 如果是敌人的话 就可以像平常那样抢走他的装备杀了他 如果是友军你不想杀他 你就可以用他的或者自己的药物去救他 当然了要怎么做是你的自由 你也可以拿光敌人的装备和枪 然后不杀他的 对方在被击倒的状态下 你就可以像平常那样守势了 那么你救了他之后 可不可以收他做小弟 帮忙帮东西之类的 就要看之后的系统配合了 如果会有手铐之类的也会蛮有趣的吧 我觉得还是需要游戏里面的语音系统配合 不然自由度还是有限制吧 根据一直以来的警报 只有杀人才会对你的身亡有不好的影响的 所以就算你击倒了友军 拿走他的装备 应该不会对你的身亡有不好的影响的 因为在战场上面 还要看对方是不是友军才开枪的话 在塔克夫里面实在不太可能做到吧 所以会交由击倒和救起敌人的损像 某程度上让你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也让你有机会弥补自己的错误 因为你打错人的话还可以把他救回来的 把其他玩家击倒之后再救回来的话 会不会对你的身亡有好的影响呢 就不知道了 感觉上应该要有的才对 那么再说一遍 这个不是预测 而是Negita确定的会加入到游戏里面的 身亡系统将会直接影响玩家的行为 让整个游戏的环境变化更多 不愧是现在遇到人就开干的模式 而击倒和救起其他玩家的系统 就可以让你打错人的时候可以弥补你的错误 当然我觉得如果要影响玩家的行为 最关键的就是身亡系统的惩罚要多重了 或者要让玩家担心会杀错人的这种程度 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啊 起码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 都以自己的性命为优先吧 宁可杀错 也不愧让别人杀我啊 这个也是我自己目前的想法了 那么到底这个游戏会变成怎样了 真的有太多的未知之数了 只能说Negita你再不快一点更新的话 都没有人在玩的啦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星期 关于生亡系统的一些新的情报 如果喜欢频道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